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开始利用自己在电视台工作的便利 采访大部分与白雪有接触的员工 他发现大家都认为是同时进入公司的井上谋杀了白雪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大家的眼中 虽然白雪井上二人同时进入公司 但是井上却处处比不过光彩夺目的白雪 白雪不仅靠着较高的颜值获得了同事们的青睐 而且还抢走了井上的男友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同事都认为这是一起因为嫉妒而导致的杀人事件 更凑巧的是 在白雪遇害的当晚 甚至有人看到他上了井上的车 并且在此后不久 井上更是突然消失 经过这么一番信息收集 被公平利路重昏头脑的英俊 迫不及待地将井上归为嫌疑人 并放送到了节目中 随着节目的播出 英俊立马变成了大尾 拥有了对整个案件的话语权 兴奋的他是九国三巡 思维混乱 竟然无意间在推特上透露出井上的姓氏 经过这么一闹 井上被更多小学初中 甚至同乡的人认了出来 英俊一看机会来了 又继续去采访了更多认识美丽的人 在这次采访中 井上的同学指控井上拥有诅咒的能力 并且为了进行诅咒 甚至烧掉了当地的神庙 就在英俊将信将疑不知所措的时候 有人出来辟谣了 原来美丽之所以进行仪式 进行诅咒 都是因为她的儿时好友小夕 受到了严重的校园欺凌 天真的井上为了净化人渣们的心灵 帮助小夕不再受到欺辱 于是便决定在家中进行神秘仪式 但一个不小心却引发了火灾 烧掉了当地的神庙 看着采访完毕的录像 英俊是恶忧心生 她胡乱剪辑 她断章取义 她把所有表示美丽不会杀人 并且心地善良的言语统统删掉 留下的只有那些对美丽的恶毒评价 随着节目的播出 网络舆论一片哗然 甚至有人直言要井上以死谢罪 此时躲在东京某个宾馆中的井上 在看到剑班侠们对自己的恶毒评论后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有苦说不出的她 只能在本子上将那些别人对自己的误解 一一写出来并解释清楚 原来在白雪漂亮的外貌下 隐藏着的是一颗黑暗而又畸形的心 身材较好面容亮丽的白雪 从小到大经常受到别人的夸奖赞美 在她的脑海中 所有人都要肯定自己 自己就是全宇宙的中心 井上之所以遭到白雪的疯狂针对 就是因为井上曾经说过 自己遇到过最美丽的人不是白雪 而是白雪的疯狂针对